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特别在印度亚 不能印度一个国家来保证日本海上的石油和产品的运作 所以这不是印度主动和被动 而是符合两国的利益目前 何况去年年底我们的五国的首相就是说 这个访问中国以后呢紧接着访问印度 也是本着友好的精神 这是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但是第一个枪是谁做的呢 第一个枪 这谁先开来是主动的 来 高兴你刚刚分析 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 我觉得讨论的方向有个问题是 这个背后还是美国 我不觉得是印度的女 好 无论如何回到这里 来 高兴进去表现你的看法 这个很多武器 美国不能直接卖给印度 主要是有老八就是巴基斯坦 他直接反对 你这个不能卖给印度 老八 巴基斯坦反对 对 所以这个日本最近这个 44年以后的这个放松这个政策 我觉得应该我们别忘掉 就是美国的北京 这是第一 而不是完全就日本这个正铺的 或者是日本有些现在出现的 右派的有些 他们的这个一个单纯的决定 因为我第一个觉得 这个时间不对 为什么呢 现在就是我们整个阿拉伯世界 各个地方的地址很乱 那么你经济甩坏 哪怕是你美国哪怕是日本 你不能用这个武器的这个 出口进口来破坏 这个整个亚洲的目前布局 你们可以摆脱美国 这没错 我们愿意日本早晚摆脱美国 但是这个摆脱这个方式 不是用过武器这个出口来摆脱 我们可以日本可以加强 跟印度跟中国合作 首先日本 不管是对内政策 还是对外政策 有没有独立自主的 在这么一个立场 我作为日本普通公民 我们始终是不认为 我们始终受制于美国 那就是说我们如何处理 跟美国的关系 摆脱也好 或者独立于他也好 那这点首先是根本 那第二点就是说 刚刚高星的稍微提到一点 就是说 这次不管是日本把这个武器 那个应对好 它的背后存在的是什么问题呢 日本在这次放宽三原则的问题上 我们真的是当事国吗 背后更多存在的是中美的博弈 所以这次还得看中美的例 中美博弈来了 我先请罗将军来补充罗将军 这个当时制定武器出口三原则 是有美国的因素 那么现在这个放宽 就是松绑也有美国的因素 你现在从这个刚才这个水上直升机来看 这个是日本和印度应该是互有需求 但是我个人认为日本的因素更大一些 因为日本呢 他现在卖的 你现在就展示的是US 这是日本在意的 在意的 现意的这个水上飞机 但他卖给印度的不是 他卖给印度是SSI 这是一个出口型 那他已经有了一些改变 那么这件事 他的更大的后面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日本想通过这事来投食问路 他最后还是要给这个出口 武器出口三原则 要给他松绑 他就是拿这个做一个 这个做一个试探 试探一下 周平说日印之间真的能够心相应吗 首先看这个武器 这些武器是干什么用的 反潜用的 这是个水上飞机 实际上他主要的功能是反潜 那么现在等于是日本 现在像东南亚也好 像印度也好 出售这个武器 他主要出售两类武器 第一类是制海武器 第二类是制空武器 这是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么现在在南海 在印度洋 最能够形成这种制海和制空权的挑战的是谁 是中国 所以他现在是希望通过把向其他国家兜售武器 除了要赚一些日元之外 另外呢 他就要武装其他国家跟中国去斗 跟中国去争 最后把和平留给谁了 留给他自己 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平 你们其他国家跟中国爱怎么闹怎么闹 爱怎么争怎么争 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目的 好 场下的嘉宾肯定有意见来 请讲 谢谢 我想谈一下这个武器的问题 就现在印度军队 现在已经装备有图142远程巡逻机 现在还在准备向美国买P8 然后这些都是远程巡逻 而这个US-2相对来说 它的性能并不是一种远程机 像也就是说印度买到这个飞机里 以后对于它的军队的实际作战能力的提高 并不是很大 我认为这个武器军售更多属于未来 应该看到它背后的政治意味 也就是未来日印联合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马迁卒 好 谢谢 来 我们不妨从高兴先生刚才所说说来 日本和印度卖武器 它究竟为的是什么呢 我们马上说它下立环很大的旗 不可能 实际的情况是什么 是日本在通过这种方式试探插手地区事务的另外一种方法 原来它没有武器出口 没有其他出口 它只能够金元金元金元 但这个时候如果它有了武器的出口的话 它有了一种新的办法来干预地区局势 另外一方面 印度也在更多的寻找可以给自己树立未来地位的帮手 可以和中国拿来互相交换的筹码 很不幸 日本在这方面很有可能会成为印度的筹码 谢谢 谢谢你的看法 来 这一点我也表示怀疑日本的武器能不能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是单纯靠卖商业关系它能不能卖得很顺 这个我表示怀疑 就是说他们说美国用最先进的东西能够组装成就是说最先进的东西俄罗斯用落后的东西组装成相当先进的东西 而那个印度它能够用这个这个最先进的东西组装成不能用的东西 但是这个大家说到这就是反映这个共同色点嘛 但是在大家说到日本的时候就说日本可能就是用先进的东西组装成非常贵的东西 其他国家像印度它不是没有选择 它就是说它可以它可以选择美国可以选择俄罗斯 日本的东西虽然先进但是它的价格要非常非常贵 所以说它但如果不加入政治因素单靠商业因素能不能卖出去 好 谢谢你的这张嘴呢 主要出新的火花在我们线上来谢谢 来 钟平 现在中国人有很多人看不起印度这个国家 尤其看不起印度这个军事实力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误解 我们千万不要小视我们的对手印度 它实际上科技实力是很强的 包括可能大家也知道了 在今年印度将会有三艘航空母舰 除了早前的维兰特 现在蓝天卫士已经下水了 俄罗斯卖给他的格尔什科夫海军元帅 在五月份也下水了 他到时候他将成为美国之后第二大航空母舰大国 所以他的远洋海军已经开始铺设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我们夜郎自大的这种掩饰 来审视高兴他所代表的国家 这个国家实际上他现在已经走到了 跟中国有一个对立面的这么一点 当然这里面有美国人的成分 在这里面挑唆制造中国威胁论 当然也是让我们的高兴朋友 也是所代表的国家在这方面开始跟日本走到了一起 现在从美国来讲的话 他希望印度怎么样 他希望印度成为第二个日本 建立所谓的 再建立一个更大的一个所谓的小北约 这里面可能是美国 日本 印度 这三个才是核心的成员国 至于韩国他都不算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他们对中国的威胁是最大 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印度为什么要加这个加速 他这个军备呢 我想告诉大家都知道 这个对印度小花就是叫阿萨 那为什么印度一个正大的亚洲国家 文明古国 永远做阿萨一个国家 他这些年也受到了 外来的各个国的这个侵略 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自己的军备 现在印度为什么要买日本的武器呢 第一印度买不到 就是找在俄罗斯来说 已经他技术开始落后了 我不知道其他的官员 专家同意不同意 印度历来百分之八十的武器 就是从俄罗斯买 包括有些航母舰 但是俄罗斯已经好几个航母舰 推了不长时间 他的零件找不到 就是印度历来是跟这个俄罗斯 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这个中国朋友都知道 印度从来没有跟美国或者日本接盟 日本和印度的关系 历来是一个商业的关系 我想证明一下 我想证明一下 就是日本在印度的利益 印度承认日本还是有技术 如果我们觉得中国有技术 我们愿意给中国技术买 但是印度如果要做大国的话 必须要自己的一个军备 没有军备 那你做不了大国 中国跟印度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主要是一个领土的一个争端问题 这个现在还没有解决 这是一个咱们之间的一个主要的矛盾 美国也就利用这个矛盾 来挑唆咱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问你千里迢迢跑到南海来干什么 不要插手整个南中国海的事物 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包括你买这个武器 不就是对付中国的潜艇吗 你应该尊重他 这是他自己的事啊 他是他老的国家 他的国家有他的事 我觉得你以前你说过 谁是亚洲的大哥大 谁是印度 中国日本 必须尊重别的地方 必须尊重他 你必须了解 美国人尊重我们中国人了吗 当然 到处在我们周边耀武扬威的尊重谁了 我们中国现在四处处处都是来的 都是美国人带来的 你真的不觉得美国帮你吗 是吧 是吧 好 现在我们应该说我们是亚洲人 然后应该尽量我们之间的这个摩擦 我认为都是经济利益上的有些 特别是技巧 我相信在东海在南海在印度亚 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站得住 必须团结合作 然后宋师兄那个宋老师问的那个 南海印度是完全一个商业模式进来 而且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可以应该两边都研究 现在中国在南亚无所不在 南亚每一个地方有中国 各方面港口也好也好 然后他的军事宴跟巴基斯坦跟各个国家 就是这不是一个单变的 印度不能没有一个反应 谢谢 谢谢 谢谢来海宽 海宽兄 大家好 中国日本印度是亚洲的三大国家 古代文明古国 具有优劫的意思 具有很好的文化传统 我们不反对日本和印度友好 合作 你们合作得好 为亚洲做出榜样 恰恰是值得我们高兴的 这是一点 第二点 我们希望中日印能够互动 形成均衡的三角关系合作 切切不要拿第二者去制约第三者 中国人 印度人 日本人 还有其他的亚洲国家 不会像欧洲那样的 当初把这一个亚洲 变成一个巨大的绞肉机 是吧 假设比如我们跟印度 十亿人的国家 跟个十四亿人的国家 搅在一起 这个世界成什么样子 是不是 那在这打字是亚洲世界大便 你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不应该说亚洲 应该说地球 对对对 美国人家伍也好 OK 好 谢谢 针对的假想敌就是 西南的一个重要大国